紫色皮套,软糖变身 这就是24年登场的第六位另核来打 假面骑士-嘎布 说真的,要不是官方亲自宣传 我真以为这是AI跑出来的海报 要知道以紫色为主色调的骑士 基本都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例如假面骑士-响鬼 就是部风格相当不同的作品 除去嘎布,响鬼,两位主旗外 其他紫色假面骑士分别特别在哪呢? 第一位,假面骑士-Buffa,霸牛 一个有着二旗长相和待遇 结果却逐渐沦为观众拷打对象的四旗 起初牛牛的挚友被不知名骑士杀死 因为他藐视生命并毫不在意的态度 使得牛牛心中产生了恨意 是要参加欲望大奖赛 击溃所有的假面骑士 从前期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狠辣作风来看 牛牛的人设像极了王蛇、傲娇 两位前辈的结合体 哪怕中途战死 他也不惜使用怪人之力 是要复活归来 实现自己消灭全骑士的愿望 然而从英寿揭开主办方DGP的诸多恶行后 牛牛莫名开始与主角团联手 一步步走向洗白之路 明明之前屠城都满不在乎 后来砍个沙罗 却会心生愧疚 再然后开始做万事屋 助人为乐 守护贤魔徒小孩的生命等等 一个人活出了十条 甚至九条不同人格之线 他的特别 不再是独行于修罗道的特别 而是高强度人格分裂的特别 倘若牛牛真能贯彻始终的话 反而有机会 成为蛇树那样的人气角色 也说不定 现在的话 就只剩下幽默了 第二位 假面骑士王蛇 既然都提到蛇树了 那自然也得先说说 这位堪称最高人气的紫色赖打 如果哪天你进入到 假面骑士龙骑的世界里 那必须记住一件事 惹谁都行 就是不能惹王蛇 因为他的变身者潜仓威 是个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的疯子 这样极端反社会的形象 放到整个系列里 都是独一党的存在 为追求力量与胜利 王蛇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了数位参赛者 甚至还命令七约兽 生吞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弟弟 战斗天赋异禀 手段阴险毒辣 不像霸牛那样 有半点洗白的迹象 是个彻头彻尾的带恶人 而这样反英雄的特殊化人设 恰恰是蛇树高人气的原因所在 第三位 假面骑士忍逼 假面骑士银河 两者在《时王》剧中登场时 皆属于未来骑士 既然如此 设定和待遇上 肯定就与普通负旗不同 先说说喜诺比 他是来自2022年的忍者骑士 擅长操纵风 火 水 等元素忍数 明明皮套就是炒冷饭缝合的产物 待遇却不知为啥 好得离谱 先是在客串完不久后 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外传 几年后 又和同位忍者的 假面骑士泰离 动眼网剧 如果没有邪恶的狐神干扰历史的话 那现在的假面骑士喜诺比 已经播完47话 即将准备完结了 而假面骑士银河 又是唯一一个 没有变身者的紫色骑士 设定上 他是来自于宇宙的蒙古未知能量 这和他的致敬对象 后山战神银河奥特曼 非常相似 只可惜他与许诺比不同 从出道到退役 都有点让人不知所云 感觉就是个为剧情服务诞生的铁工巨人 目的是毁灭全宇宙 但连一个井盖都打不碎 最后还是被主旗 二旗三旗联手踹死 动眼 你要是实在没活 我能不能考虑下把真的赢巨神请来 如果《时光》剧组垂浪奥特曼 那至少我还能喊拍一具神作啊 第四位 假面骑士GAME 如果有朝一日 能给紫色骑士做个人气排名的话 我想GAME不是第一 保底也能第二 至于你问原因 那还得说到GAME的变身者 谭理斗瞎角了 早期因为演员演技 加皮套颜值 双双高分 哪怕是反派角色 瞎角依然在XZ的剧组 吸粉无数 中期退场后 他以数据化肉体重新归来 获得99次复活机会 加入到主角阵营内 成为了外挂开发专员 与表情包批发户 前后心境的反差 使他的人气进一步攀升 再到后期 瞎角开始了他的成神之路 是要用天才头脑 创造出比肩神明之力的 最强假面骑士GAME 操纵宇宙万物的神石一级玩家 结合有XZ的无敌卡带 与假面骑士Kolonos 实停技能的无双玩家 再到今年界外者中 变身的真无敌僵尸 超绝不灭GAME 一个富奇能有14种不同形态 从16年一直活跃到24年 这样的富奇 绝对是屈指可数了 第五位 假面骑士Mir 灵异中的4号来打 同时也是恐怖组织 灭亡训雷Net的领头人 想当初刚看到Mir 在剧里登场的时候 小陈就知道 这个角色肯定不简单 毕竟里面穿皮套的人 可是二叔啊 截至目前令和6期嘎步为止 灭霸是唯一一位 开场高冷至今 没有转职谐星的子齐 作为人工智能秀玛吉亚的他 前期一边要带娃掐架 分经验 一边还得想着如何壮大组织 灭绝人类 战力可以说是除主角以外 最强的存在 基本谁来 他都能打上两三套 配合上二叔的熟练打蟹 与特效拉满的酷炫必杀 观赏性绝对没得说 你说这是登场保护期吧 那灭霸的保护期 未免太长了点 前期硬扛林一门马高达不说 中期打不破 狂暴加特林还没啥问题 哪怕老千这种 吊打闪突蝗虫的存在 他还能上去踹个两脚 你问他为啥变强 他就跟你说 全剧播完 一个正经强花道具都没入手 唯一的亚克毒蝎 还被飞电大尊师踹烂面板 永久封号 到了剧场版里 依旧变回那个圆皮战神 大杀四方 这哪是灭霸呀 不就是高桥青爹吗 难怪还能洗白 不过有一说一 不带海苔卷的肉松炸毛面 真得帅呀 第六位 假面骑士凯利吧 王剑 其地位有多少特殊 只要看他变身用的剑 就能明白 暗黑剑越岸 与光刚剑最刚 是Saber世界内 最早诞生的两把圣剑 等头于所有圣剑 轻叠般的存在 只可惜 用暗黑剑变身的人 十个 有九个都不太正常 先是组织内鬼 附加工损人 被寿司圣主蛊惑 听信指示 放出米吉多 捉拿托马老婆露娜 与假面骑士Saber死斗 最后惨死剑下 然后迷语人上调大地 舍弃主角之位 继承咖喱棒力量 跳反前去帮助米吉多 只为调查出 真理之剑组织的内鬼 好不容易拿到了 强化书 邪王龙 和二代火之剑 是飞玉真达成共识 结果又被Z塔罗斯被刺 光速下线 之后 王剑的力量 又来到三骑 闲人手里 因为预知到多种未来 觉得大家都得死 所以理所当然的 闲人决定要封印 所有圣剑 和战友决裂 也正是因为 沾上了暗黑剑 闲人到结局时 一个正经 强化形态都没拿到 玩玩黑剑玩的 直到闲人洗白玩 四代变身者 改为真理之剑 手术人索菲亚以后 假面骑士王剑 才终于走向了 守护秩序的正途 只能说这玩意儿 真的邪门的特别 OK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关于紫色骑士 其实还有很多 除了以上几位外 是否还有让你 印象深刻的角色呢 不妨在评论区 一起交流下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